步伐的位置 是你胯部的旋转 胯部的旋转 胯部的旋转 我们先找一下这个位置 把它练的时候 我可以先分成找位置 7A 然后这个时候 注意一下 肩膀两个肩 不要去跟着你的胯 1 2 不要去跟他故意去做对抗 你的两个肩膀 只需要保持住什么 前面 OK 我的两个肩 保持住前面 不要跟着你的胯 去一起转 两个肩膀就在前 然后去转动你的胯就可以了 7 8 1 2 3 4 5 6 7 挺着去干嘛 转动我的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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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停地转动我的胯 好 然后说一下这里面脚的位置 这里面的脚 你的腿不可以怎么样 你不可以用你的脚背的位置 去向鞋前去找 你不可以用你的脚背的位置 去向鞋前去找 那这样你找出去以后 很容易就产生一个什么 扣胯 就是你的胯会扣住 OK 你的胯会扣住 所以说这里面 我在去往鞋前去找的时候 更多运用到的是我的脚踝 用我的脚踝 踝关节 向外面去推 对 向外面去推 推住 对 不要用你的脚背 这个时候我的膝盖是在前面 因为我的脚踝在向鞋前方去推 对的 然后再次 转动一样的脚踝顶住 踝关节顶住 不可以这样 对 踝关节去顶住 膝盖一直面冲着你前进的方向 踝关节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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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的 到达之后 你的脚应该是保持一个怎样的位置 对 脚踝顶住 对 脚踝顶住 然后肩膀是不可以乱转的 OK 你跳你的后退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你的肩是要在前面 你不能肩膀跟着一起转 OK 你前进也是找到这个方法 或者是你习惯这个方式以后 我们可以去把我们的脚踝 两个脚的脚踝都立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转动就会更轻松一些 OK 更轻松一些 因为我直接就可以把我的力量给到我的前脚掌 用脚掌去拧转 那我的转动脚踝一定要推住 对 半脚掌一定要推住 脚踝支撑住了 对 用你的踝关节支撑 然后用的前脚掌去拧转 对 用你的前脚掌去拧转 对 然后同样的肩膀不可以去乱转 我们的肩 我们的肩要保持住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也是需要你的脚 脚去拧的 也是需要你脚去拧转推动 转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练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我的一条腿 半脚掌推住 然后我去拧转 你看 拧转我的腿 就会带动我的胯 拧转我的腿 就会带动我的胯 拧转我的腿 就会带动我的胯 对 可以去练一练这样的转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这个发力的话 就是这样 对 半脚掌推住 去练习一下这种转 大 非常的大 我不会去把我的动作做得很大 OK 我只会走出我半步的距离 也就是我大腿这么长 就是我大腿这么长 小腿吹去地板 就是半步的一个距离 非常追求移动 OK 我不会非常去追求移动 那这里面你的前进破碎 包括你的后退破碎 产生出来的这种移动效果 是因为你在反复重复做这一个动作 OK 你是在你不停地去做你的这一个动作产生出来的流动 就是你的重心现在是后面会更多一点 然后你要站上去 站上去 你才能去转 你站上去才能去转 你每一次要站上去 站上去 转 站上去 站上去转 站上去 站上去转 站上去 站上去转 你所现在在的位置 对你的 复的位置 然后包括你的 呃 女士房门 你复的位置 就你把他想象的骨盆去再做一些摆档的动作 摆档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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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摆档的动作 或者是膝盖 有很多人会看到他的膝盖是夹的 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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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脚啊 我的两个脚都是半脚掌 然后我的后面的骨盆 这个时候是不是高的 对啊 是高的 然后我后面的肩甲 去沉下去 去跟你的骨盆做连接 在这个位置上 对 我不去转动我的身体的话 我的后面也是连接的 我的肩膀一直在正面 对连接的 然后下一步在走的时候注意啊 我更多的想看感受到的 或者是想让你们感受到的是脚的力量 是脚的力量 一个脚前面这个脚是不是要踩 踩的时候脚踝要立住 ok脚踝要推住 然后去伸直你的膝盖 伸直膝盖的同时去摆档你的什么 骨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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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膝盖脚踝我的骨盆 骨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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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到这个力量 还原 上去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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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动的 所以说我需要干嘛 先让我的骨盆 荡上去 荡上去 荡到前面 然后才可以用这个侧去转动 对我们先找到这种 摆荡上去摆荡回来 摆荡上去摆荡回来 然后的时候会出现这种check的感觉 你的后脚要向前面去推 OK 后脚要向前面去推 所以说产生了一个check check 那注意一下这里面的check 并不是用你的后腿膝盖去向前面去顶 更多的用到的是你的内侧 两个大腿的内侧 大腿的内侧向里面去 并向里面去并 并你的大腿 并你的大腿 而不是顶你的膝盖 看到吗 不要单独去做你的膝盖 这就是单独做膝盖 单独做膝盖 我更多的想看到是你的两个脚的力量 影响到你的大腿 产生一个向里面 并 并 你看我这个力量是向里面收的力量 而不是 刚刚 支撑住膝盖东直向上 后面的腿向里面去推 然后去找你的两个大腿的内侧 向里面去靠路 去靠路 去靠路 对 然后产生你骨盆 骨盆推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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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还原回来 骨盆推上去 还原回来 骨盆推上去 还原回来 然后此时你可以用到你的连接 也就是你的肩甲 你的肩甲可以跟你的骨盆做 什么 连接 也就是你的肩甲可以跟你的骨盆去产生连接 连接 然后还原回来的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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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回 连回 可以去自己去找一下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这个骨盆看 一定会怎么样 会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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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的让你的后面这个屁股 这个屁股去往前面推 推 推进去再回来 推进去再回来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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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前脚一定是向下踩 但是不能落根 OK 如果你落根你就会掉下去 我要保持住我现在的这个高度 应该能看到的脚 我要保持住我现在的高度 然后去做踩的力量 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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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腿去走 你会发现我并没有去用我的膝盖 我更多的会用我的大腿 大腿 大腿 你找不到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手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撑开 然后手心去向下摁 对 两个肩胛都沉下去 对 然后此时你就可以去单独去控制你的胯就行了 你哪一色胯高 你哪一边会自然去感受到那个挤压 就你可以把你的手撑起来 在这个位置 对 然后哪边跨高的时候 你可以用你相应的那一侧的手心 向下面去摁 向下面去摁 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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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找一下 找一下这个力量 你的肩膀 肩膀 安静的找到前面 然后手可以撑起来 然后去感受你的转动 两个脚脚踝立足 去感受你的转动 好 1 2 1 2 1 后面 当我的骨盆去产生什么 摆的时候 就说明我的重量在干嘛 往前面 你会看到我的骨盆 往前面去走 往前面去走 再回来 往前面去走 再回来 往前面去走 再回来 你可以发现我的重量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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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的重量变化了吗 我并没有是 停在这 或是留在这 明白 后你的重量什么时候转换 或者是 你的这个动作 到底有没有重量的转换 你去学动作 或者是你去看动作的时候 你就看他的胯 你看他的骨盆 你看他骨盆有没有变 他的骨盆如果说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这里的话 骨盆一直在这里的话 那就没有重量 如果说他的骨盆是 就是有这种往上挑 往上挑 就是有这种摆当动作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 你看我的重量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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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这个 重量 是就在我产生步伐以后 我去干嘛 产生步伐 听我说啊 产生步伐以后 去做重心的转换 转动 然后去干嘛 一 一 二 转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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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位置 第二个就是 在我产生步伐以后 我要做一次重心从后到前 再从前到后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去转动 前 后 转 前 后 转 前 后 转 前 后 第三步是 前 就不要再换人了 因为我要转了 在你向前 摆的位置去 后面去看一下 第二步是 前面 后面 然后第三 前 转 摆动 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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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OK 那话要产生一个向上 向上 向上 向谁 啊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啊 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次摆胯 摆胯 还原 摆胯 转 摆胯 摆胯 还原 摆胯 转 摆胯 还原 摆胯 转 摆胯 还原 摆胯 转 摆胯欢迎摆胯转 A 2 1 2 3 摆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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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R是转动 然后是1 2 3 4 1 2 3 4 1 不希望把它做得很大 5 6 7 8 1 2 3 4 1 2 3 4 1 2 3 就是你要是做快速的话就变成7 8 1 2 3 4 1 2 3 就是你的脚放在这里面踩下去 然后你去提你的胯 提你的胯 这就是白胯 前面也是白胯 白胯 胯往上面去摆 你的同侧的肩甲就要干嘛 向下面去跟它去呼应上 呼应上 你不能让你的胯跟你的身体一起往上去提 那你的人整个人就歪掉了 所以说你的胯在往上面去走的时候 你的肩甲要跟你的骨盘去呼应 呼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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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咬1 2 1 2 会在我不会在做的时候虽然说我会有膝盖的动作 但是我不会只动 只动我的膝盖 1 2 1 2 我不会只动我的膝盖 我还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你做轮巴 你做轮巴的时候 你做符 然后你去摆到你的胯 摆到你的胯 然后再转动 摆到你的胯再转动 摆到你的胯再转动 摆到转 摆当转 那你跳刚才那个动作也是一样的 你要先干嘛 转之前有一个先向上面 上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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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步 就是说第二个段落的时候 我们会做前面跟后面 那我在这个位置 我前面是没有垂直的 我是没有办法去转的 所以说我先要干嘛 在转动之前 我要去完成一次骨盆的摆当 我去找到我的垂直 找到我的垂直 有这个垂直的以后 有这个垂直的以后 我才可以去 7 7 8 1 2 3 4 OK 你可以去这样去数 你也可以去7 7 8 1 2 3 4 1 2 3 4 1 2 3 4